她叫雨莲 是我未过门的嫂子 不过 她和我大哥明轩 从来没见过面 亲事 都是两家的长辈定下的 而且说好了 都明天 明轩从南巡学堂毕了夜 选个吉日就拜堂成亲 妈 营姓队马上就到了 明昊啊 是你讨新娘还是你哥讨新娘啊 我穿得这么香 杨叔 当我娶媳妇 还请你去接新娘 那你放心啊 给大家发一发 好好好 大家辛苦了啊 咱来来来 谢谢 杨叔 你们赶紧 你们赶紧起程 早去早回 瞧你啊 比你哥还急 新娘子 哭叫吧 对呀对呀 哭呀哭呀 然后是谁 傻妹子 那天啊 这还好 谁 那我 下一个 哥 哥 妈 去 哥 母亲大人嬉笑 不告儿子恳请宽恕 儿上年轻 当图高原 无心亲亲我我 志在谋事立人 万请阿娘取消婚约 以免误人终身 二哥 快走 小妹妹 小妹妹 看你长得真好看 你是新来的同学吗 不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哪个 他叫英明轩 你找英明轩啊 我带你去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你好 你好 嗯 啊 是玉儿啊 找我干嘛 谁找你啊 哎 你哥上哪去了 啊 你找我哥啊 哪是我找 是他 你 你是 是 我叫玉莲 是你哥 你是嫂子 我哥他没在学校 哦 我们青年救王宣讲团 今天有活动 他是宣讲团的团长 把婚礼停了 这事不能办 绝不能让外人 看咱老殷家的笑话 七叔公 明轩出走了 这迎亲怎么办 总不能让人跟公鸡拜堂吧 火烧没梦 现在啊 也只好这样 明轩又不是一辈子不回来 太荒唐了 让玉莲跟公鸡入洞房 这也太对不起人家了 恭喜啊 恭喜啊 来了啊 快去 好好好 快拿主意吧 说不定新娘子都出门了 啊 我 啊 出门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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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里面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不吉利 哥哥嫂子把雨连从小带到大 长大了就飞了 妹子这一去就是人家的人了 哥哥嫂子要相互照应着 妹子有时间回家看你们 我看啊 二哥你替大哥拜堂算了 这下什么话 这又啥稀奇 替兄拜堂自古就有 不行不行 这要传出去 明昊以后还怎么讨新娘 我倒觉得明秀这办法不是不行 我们家明昊还没相过亲呢 哪有先拜堂的道理 老三家的 你这话说的不对 明昊替他哥哥拜堂 那是鼻涕留在嘴里 吃亏占便宜都没外人嘛 那这事要是传出去 明昊以后讨不到新娘怎么办 妈 你儿媳妇我已经给你相好了 去 没凶没臊的 哪有自个儿相亲的 祇得自福海新娘喽 天丁进口香可望 一颗水波连波 年头年收双耳蓝 新娘子到 新娘哥玩笑 傻师父啊 怎么是你啊 你哥呢 我哥他 他有事走啊 你是嫂子 真不巧 我哥今天有事 没在学校里 不会吧 昨天夜里我还见到他了 明雪的孩子念过书是不一样的 他一见到我 就奶奶吵奶奶转的叫啊 喜吹奶奶 等嫂子过了门 我哥会回来的 真是茄子央上接西瓜怪事 我还不快把你嫂子背回去啊 快 快 推新娘喽 你别动 我自己能走 不行啊 不行啊 脚不能挨地 挨的地儿就不好生孝寒啊 推新娘喽 了 speed 好啦 踩人跑喽 万贯柴 一柴踩到洞房内 子子孙孙传万代 良辰吉时已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明明知道面对的新郎 不是自己要嫁的男人 嫂子还是跟二哥拜了堂 也没哭 也没闹 一直到进了洞房 她都安安静静的 来 明昊 快给你嫂子接盖头呀 哥 快去呀 去呀 哥 快去呀 哥 去呀 快点去呀 拿着这个 快点 快去 明昊 快 快去 把盖头接了 你不要动 你看 你怎么用 快去 快去 快去呀 别动 快 快去 去吧 快去呀 丁明珊呢 孩子 妈本不该瞒你 明昊上学堂念了几年书 想法就多了 是我这当妈的 没有好好管教她 孩子 委屈你了 事到如今 我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要不 让明昊弟弟明儿一早送你回去 不 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没有回去的道理 我哪里不好 她这么嫌我 她敢 嫂子 我哥她没嫌你 我们全家全族都不嫌你 早就派你过门了 她还会回来吗 会回来的 会回来的 委屈你了 我哥啊 心大 她心里装的 不止是这个家 她要是早见了你 我估计 石头牛都拉不走 等她将来想明白回来后 我一定让她 再和你好好拜一会堂 我已经是 英家的人了 明昊 快 给你嫂子把盖头接了 都捂了一天了 还是我自己来 孩子 这盖头 得男人接 行吗 快 替你嫂子接盖头 快 我们老殷家 拿被子修来的福 娶了这么个天仙一样的儿媳妇 这个不争气的铭轩 让她后悔吧 明昊明秀 快给嫂子行礼 好 叫嫂子 嫂子 你们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歇着吧 去吧 妈 孩子 我们家是前世修得金氏符啊 孩子 孩子 你这是要做什么 这 好孩子 好孩子 我们不讲那老理了 过去男人不在家 女人系红腰带 未拂守真 现在不用了 只要你心里装着她 等着她就够了 我不是老脑筋 打小就不裹脚 阿娘给我裹上 我就拆开 为这 没少挨打 明轩她阿爹 她三叔 到上海卖茶 双双死在黄埔江里 这么多年了 明明知道她回不来了 我总觉着 有一天 她能回来 我没有挤红腰带 我把她 把孩子 把这个家 装心里了 妈 我也不是手老脸 就是想挤着红腰带 等着她回来 孩子 委屈你了 雨连就这样进了我们家门 家里人觉得亏待她 什么都让着她 可嫂子过门第二天 就不声不响地 干起了家里的活 好像做阴家媳妇的日子 长得跟我妈一样 啥事都习惯了 着 哥 神 我就 Crypto 那 你有 passe Rodino 你 快 嫂子 靠近点 嫂子你也去啊 怎么 不行啊 我就想让嫂子送我上学 来 嫂子 你坐好了 以前都是大哥送我去上学 现在嘛 难道二哥替我效劳了 我们家长得都特别好 大哥二哥要读书 就是家里的女孩 也让进新学堂上学 女儿家的能上学真好 嫂子 你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我明秀妹子也好看呀 我没嫂子好看 我要有嫂子好看 还不嫁给我哥这种人呢 二哥 你说大哥 他怎么把这么好看的嫂子 扔在家里出去求功名啊 你说他是不是拎不清爽 哥呀 他不是没见着嫂子吗 他要是见着了 石头牛也拉他不走 二哥 你说如果大哥求得了功名 会不会当陈世美啊 万一他在外面再找个嫂子 疯丫头 瞎说啥呢 我乌鸦嘴 该打该打 嫂子别生气 你哥要真当了陈世美 我也不会当秦相连 他要真当了陈世美啊 就把他扔进秦银河 让炉子养他 二哥 你说呢 到了到了 我们学堂就在那儿 来 慢点 咱们再见 二哥再见 疯丫头 慢点跑 嫂子 要不要到学校转转 我在这儿等你 不了 我还是不去 那 我没上学的命 我没上学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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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校转 你没上学校转 我没上学校转 还是我来吧 嫂子 我们家挑水砍柴买菜做饭都不是你的事 出嫁前这些活我都干习惯了 二弟 你快去学堂念书吧 同学们都等着你呢 这体力活是男人的事 我啊 没有 我啊 我啊 好 昨天有人到我家去提亲了 带一猪腾 带一蹄膀 还有大鲤鱼呢 嫂子 你过来 过来 快 看 鱼缸里是什么 小鱼呗 这里面栽的是莲 到了夏天开出莲花 可好看了 你知道吗 这可是我二哥特地为你栽的 因为嫂子的名字叫雨莲 你二哥怎么不在家里住 他从小就给三叔家了 三妈过门没多久 三叔就去世了 每次送我上学 嫂子的眼睛总是热热的 像期盼着什么 要不是他父母走得早 也许 他跟我一样 成了新学堂的女学生 大哥在学堂里读书好 在镇上是出了名的 可能因为这个 嫂子没说过一句怨言 默默的 等着自己喜欢的男人 又回来的那一天 咱们再见 再见 慢点跑 嫂子 要不 你去城里逛逛 我在这儿等你 我不喜欢热闹 那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吧 我哥过去 最喜欢待在那里了 走吧 在前面 你哥他老来这地方做什么事情呀 我哥他呀 在学校就是学生领袖 大家来这儿 研究分析抗日的发展和对策 所有的行动 都是在这策划的 你哥走了以后 他们还来这里吗 一般不会 这个地方 是我哥瞒着家里瞒下来的 现在 只有我有事过来 那也像你哥一样 有好多人一起吗 我哥一虎百应 我哪比得上啊 这地方清静 我喜欢到这里坐一坐 想想心事 对了 我给你拉一个 我哥喜欢的曲子吧 我可以路多少 你带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昊 明昊 喜鹊奶奶又替徐家来提亲了 你好歹给个话呀 这事有这么急吗 你已经回掉好几家人了 那么些上门提亲的人 你不应 妈由着你 这徐家玉儿可是你自己相中的 妈也由着你 你顺顺当当 把这门亲事定下来 要不然 妈不答应 明天就去 别再给我搞些乱七八糟的 我不去 明昊 我可告诉你 我们老阴家在这个镇上 没人说出个步子 人家徐家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 没挑你跟嫂子拜堂的事 就已经给足我们面子了 你不去是吧 走 找七叔公去 哎呀 等两天不行吗 等几天呀 你要是能给我说出个 子丑隐谋来 我让你等 我再和夜晨 江湖啊 跟夜晨相恋 等我光中走 将恨恋半弯中寒香里水煎 花香悠悠 月影重重 秋水静波半长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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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静波半长出al 孙儿又和明昊在一学堂念书 知根知底 齐叔公 玉儿是个好女子 我 我只是想再等等 你等啥 你给我讲讲清爽 为啥事情要等 明昊 人家老徐家提亲在先 咱们要不给她一个说法 那不是咱们老鹰家的作风 明昊 什么事情呀 跟阿娘讲讲 阿娘 没啥事情 就订个婚嘛 又不是什么大事 众生大事还不是大事啊 自打他替他哥拜了堂 他这心事就变了 老三家的 你怎么说话呢 别把两档子事扯到一块 我现在还投话呢 你对我说话是 那你干大事 是 你们我们真是 这不一块 这不一块 你平时 我们平时 你平时 嫂子 嫂子 女人嫁你呢 我哥来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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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念呀 妈 我哥现在驻扎在青谱 他参军了 参军了 不好 我得让雨莲找他去 说啥也得把他拉回来 老大假的 急傻呀 他去参军了 你说拉就拉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这事按理说 明轩参军是保家卫国 不过 让雨莲先去看看也好 好吧 喜倩奶奶我们走 明昊 当这秦叔公的面 你倒说句痛快话 这徐家的事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请问 请问舍山碧影怎么在 夏桥玩那个方案 哎 红包车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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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慢点啊 给 谢谢 你好 请问你找谁 哦 我找英明轩 你找二连长 啊 这么早约我出来 啥事情 我们结婚吧 你脑瓜子没出毛病吧 还没订婚 怎么结婚啊 那就订婚 你说订婚就订婚啊 想什么呢 我们徐家门户小 你就不怕我高盘了你们阴家 你定就定 我定就拉倒 阴阳怪气的做什么 好 定 今天就定 今天 那也太 哎 拍啥 一名号 你想轻爽了再来找我 虽然老徐家没提什么 可是我们老阴家做事要大气 该进的礼数一定要尽到 至于明号的婚事嘛 等等明轩的信再定 快看呀 快看呀 看谁回来了 哎 啊 哎 哎 你们看谁回来了 哎哎快进来 哎 我嫂子回来啦 rodhar 唱 娘 母亲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明轩呢 见到明轩没有 ζ 见 见到了 那她为什么没回来 他说过两天会回来的 齐叔公 这是明轩给你买的咪三道 好好好啊 明轩一回来 你们就正式圆房 明浩订婚 咱们老殷家 两场倒鼓一场打 是好诗成双啊 这下义莲再也不用受空房了 齐叔公 我们家今年可不只是好诗成双 是三喜临门呢 七月十二是您老七十大寿呀 对呀 大嫂不说 把这么大的事都给忘了 虚度光阴七十载 不值得庆贺呀 就不要劳烦大家了 那可不成 我们殷家虽说经历磨难不少 可一家人和睦相处 哪有族长七十大寿不贺的道理呀 就是啊 好 那就依你们 不过一定要节俭 一家人坐在一起 喝顿团圆酒就行了 那七月十二转眼就到了 不如就这个由头 让嫂子再去一趟亲谱 把大哥叫回来 救手把二哥的婚事也定下来 好 还是明秀脑子灵活 这个主意好 就按你说的办 好是好 可是雨莲一个女儿家 她一个人出门 我不放心 不如让明昊跑一趟 嗯 雨莲去过一次认识路 明昊她不认识路呀 哎 明昊去好 她的婚事她去了管用 这说了半天了 明昊怎么还不回来呀 妈 beide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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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茹 来客人了 营长 你来了 他找明轩 对了 顺便跟你说一下 二连长这几天恐怕还回不来 好 营长 进屋里坐坐嘛 不了 你们俩 我先走了 来 你是明秀妹子吧 听明轩说起过好多你的事情 他最惦记最心疼的人就是你这个妹子 我真羡慕你们这个大家庭 我从小到大身边亲人只有一个 就是我父亲 那你妈呢 从我姬氏开始起 我就再也没见过阿娘 我父亲说他是得伤寒死的 我们家是中医世家 我母亲去世的那天 我父亲上山采药 回到家以后 我母亲就已经断气了 你父亲是 从此以后啊 父亲发誓 不再行医 那他现在还好吧 当我父亲从死人堆里把明轩背出来 回到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口吐鲜血 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硬撑着 把他二十多年都没碰过的药箱子拿出来 给明轩疗伤 他自己却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么说 你父亲是救命 救我哥才 我父亲走了以后 这世上 我就一个情人都没有了 我就一个情人都没有了 你自己 AI 说 你自己的情人都没有了 我可以了 你自己的情人都没有了 我必须的情人都没有了 我自己的情人都没有了 你自己的情人都没有了 我还没寻在这边 你自己的情人都没有了 好 和他在言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能能 嫂子快请 订婚的事定了吗 等我哥回来就能定 有件事我本不该说 可不说不行了 想找你商量 你说 你哥 他在外面结 结婚了 啥 他真做了陈师妹了 小声点 这事我没肯让阿娘知道 这下 这下我看他怎么有脸 再进我们殷家的门 嫂子你说 这事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来是跟你商量 不是我怎么办 而是明轩要带着静如回来 哦 静如就是你现在的嫂子 静如一直把我当明秀的 他来了 这事肯定瞒不住 我们镇上的日子平平淡淡 只有婚丧嫁娶的日子 才会噼噼啪啪的热闹起来 今天 我们殷家三喜临门 西叔公教人早早地摆上了宴席 就等着明浩把大哥带回来 来来来 这放这儿吧 好好好 把这放在这儿 这放这儿好 好 倒上 来 来来来 来给我 好好好 宇云 歇会儿 歇会儿 好 明浩 明浩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你哥呢 没找到 找到了 他没在营去 他没在营去 留守的人说他有任务 回不来 哦 哦 我就说嘛 他在部队里 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 啊 来来来来来来 坐吧 坐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哎 哎 明秀呢 我让他去叫喜鹊奶奶去了 哦 这喜鹊奶奶虽说不是嫡亲 也是殷家同根同足的本家 一个人怪可怜的 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 老大家的做得对 喜鹊奶奶这辈子不容易 快啊 喜鹊奶奶 轻轻的就手法 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 怎么样 我把喜鹊奶奶绑架来了 你们一大家子团聚 我来算什么呀 给你们扫兴啊 好了 喜鹊奶奶 你这说傻话呀 来 快坐 哎 人都到齐了 坐坐坐 坐坐坐 咱们老殷家 今年有两档子喜事 可是都不圆嘛 明轩是长房长孙 长房长孙的婚事呢 可是头等大事 你看 雨连这么好的闺女 嫁到老殷家 可是明轩她回不来 如今国家有难 明轩知道报效国家 好 好样的 明浩呢婚事也有谱了 可是 她非要等她哥哥回来再订婚 这两档子事都办圆满了 我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七叔公 我先敬您 祝您老人家寿比南山 哎哟 喜鹊奶奶是老辈子 来 先敬喜鹊奶奶一杯 好 来 今天啊 给族长祝寿 你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热闹啊 可惜多了一个少了两个 多了我一个外人少了明轩和玉儿 这明轩是长房长孙 说啥也应该回来啊 这不怪她在部队里身不由己啊 明轩回不来也是没法子的 可明浩这婚事既然答应了就早点定下来 我也这岁数了咱这边再拖 你让这奶奶的脸面我哪放啊 喜鹊奶奶 还是劳烦您把这门亲事给退了吧 啥 说什么呢 喜鹊奶奶别生气她说胡话呢 您别不高兴啊 我没说胡话 我 我要去雨练 你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孩子 你要不会喝酒就不要喝了 妈 我没喝多 雨练你别瞒了 我哥 我哥他在外面又成家了 宋子 雨练 你快说 有这事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们殷家都是明氏里的人 谁做出了有辱门风的事情 我第一个不答应他 怎么回事你实话实说 这是 七叔公 不孝重孙一鸣号 恳请七叔公成全 你就让我娶了雨练吧 啊 这 这 之前替我哥跟雨练拜堂 也是您做的主 现在我哥在外头另有家事 我这样做 也算不得大逆不道吧 哎 哎 哎 你就让我娶了雨练吧 啊 我不同意 你们两个 是私下就合计好了是吧 难怪雨练 总往你屋里跑 三神 这两片嘴唇一碰不能乱说呀 你让全家老小说一说 我们雨练 是这样的人吗 我嫂子不是这样的人 你小丫头手插嘴 我亲眼看见的 是又怎么样 我 我 我这辈子非雨练不娶 非雨练不娶了 七叔公 这孩子 我管不了了 雨练 嫂子 既然明轩已经在外成家 我看 雨练嫁给明浩 也不是什么有辱门风的事 这事我同意了 你同意管什么用啊 明轩明浩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那当初是谁提出来 把明浩给我们家的 我提出来的 怎么了 我提出来的 好歹 我也养了他二十年 现在 他娶谁我不管 可他是我的儿 走 走 跟妈回家去 走 走 走 雨练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雨练 我要娶你 走 嫂子 好 雨练 别哭了 好孩子 嫂子 季叔公 求你了 我就要雨练做我嫂子 你起来 快起来 快 七叔公 你别着急 他三婶 我心里清楚 嘴硬心软 这事慢慢来 我说我来扫兴吧 你说好好地给你住手 我讲那些话 算个啥事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嫂子 嫂子 我不让你走 嫂子 妈 嫂子她要走 走 往哪儿走啊 孩子 你不能走啊 你要走了 我们老殷家 会被人戳后极量的呀 孩子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一直瞒着阿娘呢 我怕你知道了 我生气 我怕英家 从此不认明轩了 按理说 做娘的没有不像着自己儿子的 可明轩做的不在理 我也听明白了 人家因为救她的命 丢了自个儿的命 把女儿托付给她 也在情理当中 也在情理当中 但不能因为这儿 就委屈了你啊 孩子 就当我多生了一个闺女 孩子 有阿娘在 谁也不能委屈你 妈 来 孩子 姐姐 快起来 姐姐 我还是愿意叫你嫂子 你就嫁给我二哥吧 这样 我还能叫你嫂子 儿啊 我知道雨莲是个好女孩 不是阿娘不情愿你娶雨莲 她再好也是嫁给我人的人 哎呀 再说了 这徐家玉儿 模样也蛮俊的 又和你一起上学堂 你说不要人家 就不要人家了 你让人家以后 还怎么见人呢 哎呀 名号 现在不是阿娘不情愿 人家雨莲情愿吗 哎 哎 这 你 你自己在这儿叫什么劲儿啊 哎 这大黑天的 你去哪儿啊 名号 我知道你想什么 我就是不同意 大哥在外头娶了别的女人 二哥又公开说 非雨莲不娶 夹在中间的枣子 虽然被阿娘留了下来 可殷家上下 都有些别扭 谁也提不出一个 能碰上台面的主意 日子 日子 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挨着 日子 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挨着 哎 二哥加油 你这没头没脑子 加啥用 嗯 这不错 你这好 真是 哎 去去去去 干杯去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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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来帮你洗 妹妹 还是我来吧 你回去好好做你的功课吧 我们一起洗 要不然啊 我啥都不会做 以后嫁不出去了 妹妹这么小就想嫁人呀 我都十六了 还小啊 你问阿娘 她十六岁 已经跟阿爹拜堂了 难怪阿娘看上去还这么年轻 嫂子 说好了 以后得叫姐的 可是我还是愿意叫你嫂子 过两天你大哥就回来了 你见了静如嫂子怎么办 我才不叫她嫂子呢 明秀 可不能这么不懂事呀 来 明秀 一 二 三 您是明秀吧 那 Chan 财 这边的人 到是她都能飞 那是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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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去哪儿 你是明秀吧 你去哪儿 你嫂子 你是我嫂子 我哥呢 他不敢回来了吧 妈 这就是向荣 妈 孩子 快起来 妈 我对不起您 我没得马明轩给您带回来 快起来 有话慢慢说 从故事变 我 明轩他 没了 妈 冰雪 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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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给报国的英雄下跪啊 明轩 明轩 明轩啊 我 现在还没有 一起遇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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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许晟尝 其实明轩跟我说过 她是逃婚出去的 她以为 她以为婚事已经取消了 其实在清朴的时候 我就怀疑你不是明秀了 但我没敢问你 你恨她吗 人都不在了 妈 明秀 嫂子 哎 妹妹 你回去歇着吧 我来照顾阿娘 妈 去吧 玉莲妹妹 你也去歇着吧 今晚我来陪阿娘 妈 明轩跟我说了 玉莲和她的事情 我们一直觉得对玉莲妹子很愧疚 我知道 玉莲妹子是好人 既然 既然她跟明轩拜堂在前 我情愿微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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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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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了明轩的孩子 你怎么不早说呀 明轩已经不在了 你就不要太伤心了 那样对孩子不好 嗯 嗯 有一脸 陪我就行了 走吧 去吧 陈干 我要结婚了 月儿 我们连订婚的没办 马上结婚怕是不好啊 陈干 你 听好了 我要结婚 好啊 明轩 我帮你收拾心房去 你自己收拾心房吧 我要跟你结婚 好啊 明轩 我帮你收拾心房去 你自己收拾心房吧 你自己收拾心房吧 我要跟你结婚 来 嫂子 我来吧 我来帮你 来 小子 早上好 小子 早上好 来 出品 衣儿回婚了 你不是衬着人家吗 衬呀 你不是想去雨帘吗 有本事 你去娶呀 你少说两句行吗 您好 喜鹊奶奶也在啊 您好 我和你三妈有事商量 来 喜鹊奶奶 把名号要回去 绝不行 还讲不讲天理了 我找七叔公去 让大家都评评理 七叔公啊 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要不是明轩不在了 我不能把名号要回来呀 要什么都行 要名号谁说也不行 三婶 我们不是在商量吗 别的事好商量 这件事没得商量 好 那咱们就不商量 名号 你表个态吧 七叔公 两个都是我阿娘 我 我 妈 别为你二弟了 这辈子我不再嫁人 伺候您一辈子 玉莲 妈 我也不嫁人 我也伺候您一辈子 快进来 嫂子明白 阿娘要回名号 是为了成全她和二哥的姻缘 但嫂子是个心思细密的人 您家一向是和和气气的 在镇上 从来也没人说过闲话 和二哥的经事没有三妈的点头 嫂子是不肯多走半步的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看你的红腰带 我是你嫂子 我嫂子是靖茹 你 是我拦的轿 是我败的堂 是我接的盖头 明号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我是嫁过人的人 玉莲 别说你跟我哥 没入过洞房 就算真入了洞房 现在我哥不在了 我也要娶你 我要娶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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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日本的飞机轰炸 学堂暂时不开课了 妹子 你回来怎么也不烧个信 我好去接你啊 这是给你做的旗袍 你试试 你们看 好看吗 好看 这些日子不见 嫂子的肚子 让我听一下 别动了 我要当小姑姑了 妈 这孩子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准备 我想这要是一轰炸到哪去买东西啊 难怪镇子上的店铺都关门了 这样吧 我去城里买一趟啊 你不能去 要去让明昊去 他一小伙子 怎么知道孩子要用什么呀 还是我去吧 还是我去吧 诶 玉琳 你不知道 这事只有我懂 那你怎么知道 妹妹忘了 我家可是忠一世家呀 还是让玉琳和你一起去吧 早去早回 不要逗留 好 嫂子 我们走吧 妈 我也想去 别去了 妈 让我去吧 嗯 好吧 去吧 嫂子 小心 快 小心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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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掉了 照这个方子抓点药 调理调理吧 谢谢啊 日本人的轰炸镇上死了好多人 大哥和静茹嫂子的孩子没了 徐家育儿那天也丢了性命 二哥受了刺激 一连好几天在外面奔波 也不知道忙些什么 阿娘和七叔公心里不安 尹家就只剩下他一个男丁了 他们把三妈找了过去 关起门来 商量了很久 来 妈 我来吧 来 我自己来 孩子 你这受了伤又受了惊吓 好好静养两天休息休息 嗯 你们要是再有什么好歹的话 妈可真扛不住了 妈 你也快去歇着吧 好 大嫂 三妈来了 我来看看雨莲 这么晚了还特意来看看 是啊 好 那么你们先聊着 我去看看静茹的药喝了没有 我走了 三妈 来 雨莲 你给三妈做的旗袍呀 三妈特别喜欢 三妈喜欢就好 来 我不喝了 雨莲 你恨三妈吗 三妈 三妈当年嫁到殷家的时候呀 就像你这么大 小两口的日子才没过多久 她就走了 三妈这一手呀 就是二十多年 没有谁 没有谁比三妈更知道 这借着红腰带的滋味 要不是有了名号这孩子 三妈这二十多年 都不知道该怎么好过 雨莲 三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也打心眼里喜欢你 可你知道 三妈为什么一直不情愿 你和明浩在一起吗 她是我拉扯大的孩子 我太了解她了 她早晚都会学她哥往外跑 三妈是不忍心 让你成为另外一个我 三妈 可是雨莲 今天的事 让三妈想明白了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家门口了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三妈 其实三妈早看出来了 你心里也是喜欢明浩的 你们俩这也算是命中注定 不能再因为这些旧礼 毁了你们的幸福 我这当娘的 不能再拦着你们了 三妈 你们不然是反应 寻找到的是 最 Springs 我们不舒服 遮到一个是 我们不舒服 不是 人并不舒服 我们不舒服 我们也不舒服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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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寻何家 那可是家大夜大呀 人家大公子没了娘子 这雨莲要是嫁过去 那还不是荣华富贵想不尽呢 你说什么 让雨莲去做田房 这雨莲也不是黄花归 喜鹊奶奶 你这辈子宝梅拉欠的 成就了不少好姻缘 可这回也太不打眼了吧 这事我不同意 都怪那何大公子 天天跟我软磨硬泡的 我也是老糊涂了 经不起人家几句好话 三妈 喜鹊奶奶 要把我嫂子收给别的人家 明秀 喜鹊奶奶 我忘了跟您说了 雨莲和明浩 马上就要成亲了 到时候您可别忘了 来喝杯喜酒啊 这雨莲不是不愿意吗 喜鹊奶奶 这事我听我妈的 好 这事我做主了 就这么定了 嫂子 我老糊涂了 这回我这脸面 真要丢个精光了 喜鹊奶奶 慢走 慢着点啊 再往右点 好 都弄好了 小心点 我去那边看看 小心点别摔着啊 好好好 来把这个贴上 好嘞 贴好了啊 面秀你这剪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喝口水 这是新捡的 我喝 我喝 来 喝口水吧 小心点啊 来 红铃把这个贴上 好 来 当心点别挂歪了 好 来咱们一起来 接着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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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莲妹妹 嗯 你知道 你长得有多漂亮吗 像天仙一样 让姐姐都妒忌了 呵呵 你说 这嫁人都讲究哭嫁 这大喜的日子 干啥要哭啊 一会儿啊 咱不哭啊 嗯 哎 当初你跟明轩结婚的时候 哭了吗 我哭了 但我不是哭嫁 是真哭了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和明轩 是在殡营里成亲的 没有花椒 没有盖头 也没有拜堂 嗯 我记得那天 营长带了一帮人来 把明轩 喝得颠散倒色的 嗯 女人这辈子 最大的心愿 不就是找个可依可靠的男人吗 嗯 二哥参军了 啊 后来才知道 轰炸的第二天 二哥在学堂和大多数同学 都报名参加了抗日青年决死队 拜堂那天一早 镇上来了一支队伍 带着所有参加抗日的学生 一起出发了 出发了 肯定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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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说 出征的时候 他才真正明白 大哥为什么要走 大哥想得长 看得远 打日本 就得做好了 有去无回的准备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二哥还说 雨莲没上过学堂 但这道理 他是懂的 雨莲是个好女人 她应该有 更好的生活 不愿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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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